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2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竟然向万善庙四层楼的违章建筑遭到错边 以及永兴公募的陈勤案 22号在华联新议会召开专案的会议 由黄新县议员主持对于错边的违章建筑等问题进行协调 希望能够将错边的问题解决 也请相关单位在土地变更后 在就相关的法律程序上进行监讨 捷案向南普万善庙日前正在进行建筑物的修缮工程 却被检举是违法的建物 而万善庙主委表示 93年登记就已经是纳谷设施 在都市计划分区的法令设立前 即已存在 不过在60年代已是坟墓用地 为何会变成农墓用地 使得万善庙在使用地墓上 是不符合土地使用分区的 所以他现在在都市计划里面 他是不是早期是误判 把他变更为农墓用地 那今天我们的万善庙的部分 因为年代已久 很多会漏水或私修的地方 他们有加以来修建 但是修建的过程 并没有提报到政府单位来 但是发生之后政府要他来补照 他才发现说他是农墓用地 没有办法来做补照 他必须农墓用地的部分 必须要农用 那就表示说早期日记时代那时候 以及我们现在吉安的都市计划的部分 相公所跟先政府的部分 对于这个器块的误判跟误解的部分 因为这在都市计划区内 错误没有办法直接来做更正 所以要经过下一次的都市计划 完成之后 解编之后 他才有办法来补照 或者是来正式再来申请 所以在整个过程上 因为牵涉到好几个极处 横向的联系比较不足 所以今天组了一个专案会议 希望能够来突破解决问题 万善庙主委更表示 在民国37年就已经存在 而在宗教管理办法 宫庙不得买卖 造成民间宫庙在维护管理上 经常遭到法令上的争议 认为在相关的法令上 有相当多的陷阱 而这些都造成庙方的困扰 宗教管理办法里面 我们宫庙还不能够买农地 不能够买农地的话 他怎么办呢 他只能够用负责任 宗教委员先去登记这个名字 连这样子的事情都有发生问题 竟然连调查前后来问 所以我们这个组计到底是怎么样 我说这就没有办法的事啊 公布门的那个一些 保费就是这么的实啊 幸好我那天当场假如的时候 我有写期结束 我说这块地是万三庙的 因为是农地 所以不得给宗教买 给我万三庙买 所以说就这样子还没有事 不然的话我们公部门 好像处处都是陷阱耶 我很想要做一些事情 结果发现说原来这些都是陷阱耶 以后我们就怎么敢很大力的去推展呢 吉安乡万三庙早期 在都市计划发布前就已经存在 而土地地墓早期为坟墓用地 却在近日进行建筑的整修时 被检举后才发现 以变更为农牧用地 最后经讨论 必须经由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进行专案的陈情 专案陈情后 才能够将土地变更为 适合的土地地墓 黄新议员更表示 在此之前 相关单位错在先 请勿在进行相关法令上的开罚 记者林杰花令氏采访报导